而下這個故事是一位玩家的親相 大家好,我叫尼瑪,不是踢波哥 而是XBOX username,Marendon4062 現在已經改名了 為何我要改名呢? 一切多這個故事的起 我聽我老爸尼瑪說 他聽他老爸或我爺尼瑪說 他早在FYCS已經搬去離窗 那時仍是中市長管理 隨著城市的發展 中市長拆了福榮村、中文村、尼昌村 和部分中國村 尼瑪村就是我爺爺住的村 因為某些原因 尼瑪村拆了這件事沒有向外公佈 只是留下了一條尼瑪里 初初發展的年代 尼瑪村、尼昌村、福榮村、中文村和中國村 五條村基本上都是互相合作 各有不同的重要地點 而尼瑪村就是處刑的地方 很多罪犯都是死在那裏 相傳有很多鬼魂都在那裏 遊離浪漫不去回 尼瑪村一直是五條村最不老禮的地方 中市長在城市發展 最先拆了的就是尼瑪村 令整個地方都變成平地 一點建築都沒有 有法師曾經到場處理 有指輕前一條細可仔 就可以鎮壓這裏的冤魂 令指出這件事是不可以對外公佈的起因 尼瑪里就這樣出現了 不過自從FYCS2城市消失事件之後 尼瑪里所做的法師效果全部消失 也有市民傳出鬧鬼的事件不敢到訪 新的市長快日曾經去找過那位法師 但當時那位法師已經過世 市長只能守住法師所提的不可以對外公佈拆尼瑪村 整件事就這樣調入了黑洞 直到一百年的五月首 有一位新任的寧學專家導訪 指出五月是五母親節 適宜以紅色去往場 於是市長在那裡興建了一個繁巴跑酷 以紅色的站牌為主 成為了今天尼瑪有起城的其中熱點 拆射了尼瑪里 最終都沒有傳出鬧鬼事件 整件事才可以安頓下來 但我尼瑪依然經常鬧鬼 專家認為名字 保留尼瑪依然是蒙吾佬禮 今天我離開了FYCS 對尼瑪區的現況是怎樣 我已經不知道了